要说养村最老的小羊,相信粉丝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曼羊羊 但事实上,除了她之外,还有不少羊的年纪也很大 首先是曼羊羊,她是羊村村长,也是小羊们的老师 羊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她负责,曼羊羊的年龄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过程中,她目睹了很多年轻人的成长,也陪伴了不少羊 在剧中主要担任小羊守护者的身份 接着是西域刀羊,她是一名非常厉害的刺客 在她年轻时,曾是守卫一方和平的守护者,战斗力极强 后来是老后,她才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 等刀羊再次出现时,她已经变得沧桑很多 就连手里的刀也被换成了葱 如今的她和当年英勇的她判若两人 还有杨果果,她是曼羊羊和刀羊的师兄 在年轻时,他们曾被称为草原三剑客 杨果果非常聪明,研究出了不少超前的道具 她的道具也替杨村抵挡了不少的危机 虽然她的外表和曼羊羊刀羊笔,看起来相对年轻些 可她毕竟是他们的师兄 年龄再怎么样,也会比他们大一些 接着是大立羊 她在羊族是比较神秘的 在剧中从来没有露面过 穿着一身盔甲的她,让人看不出她的真实面目 她的力量非常强大 面对狼族从来都不害怕 更是解决了不少的狼 要是她还在的话,怎么着也有一百多岁了吧 最后就是组长,她在剧中的人设看起来更像个逗笔 其他组的组长都是出来主持大局 唯独只有羊村这位是例外 从一出场就是搞笑型人才 在她的头上一直有一个天使光环 从这点来看,或许组长已经修炼成仙 这次也是下凡来感受人间氛围 而组长见证了整个羊族的发展历程 从保守方面来算,她起码得有三百岁 其他在她面前,显得非常年轻过 好了,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请电歌爱心支持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关注肥宅 下期节目更精彩